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主持《关怀送爱!疫情不在!染疫关怀津贴》记者会 说明低收与中低收入户确诊者染疫关怀津贴 发放规划与申请方式 市政府预计于今年市议会定期会提出追加预算 期盼议会给予支持一起关怀弱势民众 最近社会各界非常关注我们这个低收与中低收入户的染疫关怀的津贴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社会处长杨玉昕处长来为各位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首先呢是非常感谢朝野的党团和议员 以及各位对于本市中低收入户朋友的关心 那在目前我们基隆市中低收入户大约有9000人 那这些朋友由于染疫的关系 会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不少的影响 因此呢在上一届的议会就有提案通过 要特别针对家中是经济支柱 以及弱势的朋友提供更多的关怀 因此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决定了 针对本市涉及在本市的中低收入户朋友 那只要有染疫的正式证明 就能够提出申请来本市发放染疫津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请的资格 首先是核发染疫津贴的区间 这是在109年1月1号到112年12月31号为止 那么只要是中低收的朋友 而且在未证查有确诊记录的 那我们都来提出申请 那申请我们会合发1万元的津贴 那重要的是申请的期限到11 申请的期限是112年12月15日为止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 周中低收入户的资格 而且有确诊的记录 那么就能够到区公所对里长和里干事来提出申请 要记得减负邮局的存折引本 然后区公所会复审 复审通过之后就会合发 那以上是申请的资格以及申请的方式说明 市府预计也会在112年来提出这个最佳预算 也希望我们的议会可以支持 并给予我们弱势的民众更多的关怀 还有帮助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现场其实也有请到两位民众 请他们来说明一下 染疫关怀津贴对于他们而言 是可以用来做 是可以用来作为什么样的用途 我们先请到我们的段小姐 我也拿来买家里的生活用品 因为我现在又在怀孕可以买自己的 就是营养品或将来小朋友生出来 哪一份尿布之类的用品 好 那再来我们请到的是朱小姐 如果拿到一万块 我会拿来用在医疗 因为那个确诊过后 那个后遗症蛮严重的 然后我会去看中医 然后又有那个中医治疗 然后因为中医治疗需要一段时间 市政府表示中央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整个防疫的过程中有相当明显的变化 从一开始清零的政策 与病毒共存 最后走到全民免疫 因应国家防疫政策的转变 致使后续政策也跟着调整 如同去年11月7号 采取零加期政策 放宽居家隔离限制 取消民众3000元的防疫补偿金申请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资格